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自然会影响到事业跟生产力 所以凡事要尽量的忍耐 努力改善自我的情绪 另外呢 鼓励大家把钱花在哪里 自己的这个容貌或者是造型方面 让自己更和亲 更靓丽 更帅气 同时提升自己的精神状态 增加好运 那么同时呢 也要防范金钱的大耗 所以流年最好补充财库 做红运斗 把你的财分扩大 防患未来 那么你的事业运 今年在工作上加薪无望 所以凡事更需要亲力亲为 很难得到贵人的普助 自己的人和有失 又容易有小人来阻碍事业的发展 所以属狗的朋友们更要看清形势 勿盲目进攻 所以属狗的朋友们要做好本职的工作 那么既然自己不被大环境祝福 那么当下呢 可以改变自我工作的态度 来扭转乾坤 同时今年的工作若有变动 无论是在人事或者办公 反而对你来说是好事 那在你的办公桌上 应该要放一个一席 来帮助属狗的人 长钱 长印 形成先破而立 今年你的贵人 可以是有兔子跟老鼠 作为你的普助之力 不妨多向他们借力 借势 从而改变自己的行运 在挫折中成长 那么属狗的朋友们 你的财运 今年你的财运是走破号 不宜 开创 扩展 无论在事业 或者是跟人合伙 尤其不能做担保人 在签署合约文件的时候 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 对法律非常熟悉的良好的律师 来保护你 免得你会陷入困难 掉入千套 那么今年呢 属猴 属羊 属猪的人 都是你的债主 所以千万要设法保护自己 其实破财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帮助化上 那么如何转变这个力量呢 你把你的钱用在购买产业 或者把钱花在装修这一方面 等于财善 人安乐 事实上呢 你用对的方式 来整理你的环境风水 通过地利来待望 自身的行运跟财运 实为明智之人 那么感情运 今年呢 为是非争吵的一年 那么也要避免跟同事 情感桃花的纠缠 那么至于没有情感 没有桃花源的人事 那么今年呢 还要恐怕你继续呢 独守空归 今年破均又入夫妻宫 容易充刻到你的情感跟家运 任何一方搞情感的婚外情 都可以在外天丁 问题就大了 若再为天丁 必充其家运 行程会有文书法律问题 那么至于热念的人呢 也是要小心 要避免在感情之中 结婚 新郎新娘不是你 同时有第三者 差足 而导致到分手 所以呢 为了巩固情感家运 建议夫妻 建议夫妻应该做一个 可以夫妻和贺斗 来帮助化解家庭的烦恼 情感的充刻 或者用长生入味的方法 作为排位 来互补夫妻的行运 统一目标 提升你的缘分 从你的两眼上升到正眼 实为明智 那么至于你的健康运 今年呢 容易出现血糖问题 同时你会觉得 头晕 目眩 耳鸣等严重问题 逢胸一定见血 不容而行 所以今年属狗的朋友们 一定要找到家中的风水的盲点 退煞解恶 化煞 同时还要做补牙奸血的方法 而祭祖 能帮助你得善德跟求福寿 那么最重要的是 压煞改运斗 帮助自己的行运 能量提升 那么这一方面呢 是同时化解 意外跟血光之灾等问题 你的幸运号码为2728 也许有很多少数残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